因为很多人觉得投给他 不会觉得是投给蓝的 真的很多中间选民觉得 投给侯友宜不是投给蓝的 那么你想想看 那这一些人他投给侯友宜 他觉得其实他是绿底的 中冬大选怎么办 选边站啊 一定选边站啊 那这个对于国民党整体的立委的影响度 可能对新北市没有影响 还是会支持国民党的 可是呢你对于中南部 对于新竹 对于苗栗 对于南投 南投可能也支持没有问题 可是你越往南 往高雄台南嘉义走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 那对于这件来讲 南部不是民众党的票吗 其实新北侯友宜也不见得占优势 叶元氏都有啦 叶元氏都有啦 侯友宜的民调其实是掉很多 所以我才讲 郭台铭真的如果被淘汰了 那么柯文哲 拼了命也会把柯台铭拉进来 因为拉进郭台铭 可以增加到柯文哲的不足 是大补完 大补完 实质上的 或者是声量上的都可以补 那么柯文哲全赢啊 所以说你看 我最近柯文哲洗上眉梢啊 对 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 对不对 你看到国民党非常痛苦 要如何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柯文哲心想 我等了这么久 这个机会终于来 其实不用等了 柯文哲早就预判到 从郭台铭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就跟他讲 人家又没有规则 又没有规定 又没有整体的这个竞选的办法 你在跟人家比什么赛 球监裁判都是他的 连球场都是他的 你要跟人家比什么 你一定输嘛 所以郭台铭情归柯文哲吗 这不是秦规啊 只剩下了 只剩下柯文哲 只能选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自始至终 对郭台铭来讲 没有讲出难听的话 对郭台铭来讲 也没有做过任何欺骗 因为我永远痴痴等着你回来 是好 范老师如果这样看到 2024的总统大选 就不会是蓝绿对决了 而是蓝绿白三方 撒卡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吗 首先昨天那个专访 我看得吓了一跳 柯文哲的阵仗还是总统级的 他整个人进来 旁边的随从啊 大概我看到有十几位 然后包含的黄珊珊 还有那个台北市议员 什么林雨甄都随在旁边 然后摄影机 两台摄影机 从他进到摄影棚 一直拍拍拍拍 拍到他坐到位置上 然后所有的行程 就是从头拍 就是总统规格 对 我觉得那个 然后你看柯文哲 现在都穿西装打领带 昨天他一出摄影棚 路上两个小女生 看到他 哇 你现在这样帅啊 你过去太邋遢了 你这样子 还给他爱得抱抱 我看了我真的蛮傻眼的 但是我昨天从柯文哲的说法 我对于 当然他对郭台铭还是很尊敬 可是他觉得郭台铭这一次 真的是闹了一个大笑话 我觉得他以他的智商 他认为以他的智商 可能很难跟 可能接受郭台铭 这种判断能力 我觉得他觉得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天真 会误认为国民党会提名你 就他一直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他也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笑话 我把你找来当 民众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会不会闹出更多笑话 那我民众党 因为他觉得 郭台铭是不可控的 他曾经一出 他从今年2月14号出来 一开始他是 不愿意接受访问的 他保持冷静 也不愿意对外发言 没有错 他的智识度增加了 可是后来他也受不了 他还是要讲 所以我就觉得 郭台铭可能 柯文只要想说 我要怎么去管住 郭台铭的嘴巴 我能管多久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他最麻烦的事情 那至于说 第二个就是说 我也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你觉得你跟郭台铭 有没有是互 因为他们也互动一段时间 我说你觉得 你们在个性上 有没有办法互补 或者你们是不是能够 未来 如果你们真的搭配的话 有没有可能顺利 他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都是 很强势的人 两个人都是 自视颇高的人 特别是柯文哲 我觉得他现在 他一直在讲件事情 他认为第一个 其实是我们 从刚才的 我们的两个民调来看 不管是这个 快息情报民调 柯文哲 如果是沙哈都 侯友宜是23% 被柯文哲超越了 所以他认为是说 选到最后 侯友宜会变第三名 侯友宜被第三名的时候 就是两个一生的战争 就是他跟赖清德的战争 他认为侯友宜会被边缘化 你哪怕台湾民意基金会 侯友宜只赢柯文哲 2% 2.5% 在误差范围内 他现在有这个自信跟底气 他认为侯友宜越打 会越差 特别是面临到 外交国防两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底气 所以他认为到最后 侯友宜可能被编随掉 被第三名之后 他再去跟赖清德PK 但是这个小三 至少也还有个两三百万票 对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他认为当大家觉得 侯友宜没有希望的时候 而他变成是泛蓝的共主 会有气宝吗 会产生一个气宝 气宝效应 对 甚至是一个像海啸式的 就整个移过去了 包含一些深蓝的 本来都对侯友宜的蓝皮绿骨 这个大家都有质疑的 甚至像连家 到现在为止 对三十九枪击案耿耿于怀的 可不是会跟他招手啊 他搞不好哪天 出现在荣民之家 你都不要意外 他哪天去拜访 这个跟这个 这个连胜文在一起打篮球 你也不要意外 他可能都会做这些动作 就彻底的把侯友宜的根给刨掉了 我把你的根刨掉 你侯友宜是什么 你就扶贫嘛 你扶贫你问你 到最后 特别是过挖大面 整个都跑掉了 这个是我觉得 他现在的战略 而且以柯文哲 他去 他的口才 他去亏侯友宜 难不难 也都不难 他要就变成金巨王了 然后侯友宜不敢回应他 侯友宜只会 记忆时教 就他不断用攻势 用攻击来攻击侯友宜 把侯友宜打趴之后 我再来攻击赖心德 就他目前的战略 起码就到现在为止 到8月9月的时候 他会针对侯友宜 然后再来 转到侯友宜差不多了 再来攻击赖心 这是他目前的一个规划 郭柯有可能会合作吗 明凤姐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过程中 柯文哲是给了郭台铭很多的善意 然后还帮他造势 还帮他放话 就是说你们都没有规则等等之类的 但是柯文哲这种人 等到郭台铭没有被国民党提名之后 柯文哲看得起郭台铭吗 他现在觉得自己身价了不起了 他觉得一对一他都可以赢了 那他郭台铭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钱 但是我如果身价上来之后 我自己也可以募款 我干嘛要捡一个掉价的 这个郭台铭来这边 旁边他 而且郭台铭还很吵 他会提各种不同的意见 然后每天都要道歉 所以我觉得说 柯文哲是不是有合作的空间 我觉得他对 他现在跟国民党 有可能有合作的空间 因为这个蔡振元在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一个意见 叫做联合政府 那你知道朱立伦的第三层整合 就是整合柯文哲 对柯文哲来讲 他虽然嘴巴讲说 一对一他也会赢 但是他心知肚明 他总统绝对不会赢 但是所以他会不会说 我弃总统 保立法委员之外 我还可以保内阁阁员的位置 这个对于 就是说这个对于 未来的这个选局 是有很大的变化 如果你整个释出 国民党愿意释出一些位置 跟所谓不分区的席次 或是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反而选择 跟侯友宜 或是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 还比较高 这样子 对因为你看起来 其实跟郭台北没什么合作的 跟国民党反而有合作的空间 对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利益交换 交感情爱情 什么过去两个人合作的交情 对 这还不如这个利益 可是蓝白这样合作 感觉是政治分赃 对 就是分赃 我就分给你看 活生生就分给你看 那你出来 他说他跟郭台北比较好 但是问题是 你郭台北现在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给柯文哲 根本没有 只剩下钱 对 只剩下钱 那郭台北 这柯文哲觉得说 我民调到底 我也不需要你的钱 那我需要你的钱 我还要帮你这个 弄东弄西的 但是跟国民党合作 更有政治利益 以后可能就是立委 甚至联合政府 还可以分配官位 没有错 这个柯文哲 不过朱立伦就说 你不要想行政院长 因为朱立伦可能也要想 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两个要先打架 但是对 但是问题是 柯文哲可以不要行政院长 他继续做党主席 然后立委的席次 他至少可以抢到副院长 然后你阁员分配几个 给民众党 对于民众党这种政党 也是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非常补 所以我就弃总统 保所有的保立委 保所谓阁员 而且郭跟柯来讲的合作 他们在选票上面 柯没有很多利益 因为柯跟郭合作的票源 是有部分重叠的 也就是说在年轻选票 尤其是年轻选票这一块 柯拿得到的柯也拿得到 并不需要靠这个 靠柯来拉台这个所谓的柯的选票 但是你柯如果跟国民党侯友宜合作 侯友宜可以拿到柯的年轻选票 柯可以拿到侯友宜 国民党的老年选票 这个东西互补性会比较高 那你现在就是看 看你柯文哲到底是怎么样 他虽然说我选到底 99.9% 可是这0.01呢 对不对 柯文哲是比孙悟空还会变的 孙悟空72变 他是72要乘你72 我乘不出来 不晓得几百变 那这样郭台铭很惨 他不只是一场空 他是两场空 是啊 所以大家就说 你好好一个老板出来玩这个 然后连柯文哲都可以笑他 柯文哲只是一个成绩单 每次都挂尾巴的台北市长 可以笑郭台铭说 你怎么选举完成这样子 被国民党选举规则都没有出来 你就可以玩到 被株连丢包 现在又被柯文哲耻笑 对 因为信心十足的样子 那你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我觉得说 柯文哲也是会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势力演的 他势力演本身就很充分了 所以郭台铭没有一旦 没有跟国民党提名之后 他的调价程度 我觉得可能跟连柯文哲都会嫌弃 是 远之怎么看 现在形势 一切的形势现在有利于侯友宜吗 那这些地方的议长等等要挺郭的 到最后有可能通通见风转舵吗 不是见风转舵 就是说其实大家的心态 就是支持国民党推出来候选人 但只是说现在内部还在竞争 那等等然后定于一尊之后 绝对就是支持党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挺郭派当然还是希望郭台铭继续战 可是我也想不出来他要怎么战 因为现在征召权力就是在党主席手上 而且党主席是中常会授权的 所以党主席一旦决定要征到侯友宜 然后他我不服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能够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认为说 大家会什么抗争 或者是延续有很大的动作 我觉得也都不会 所以这个风波即便是有的话 也会很快就处理好 然后更快我觉得前两天 韩国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郭台铭一直说要去见韩国瑜 本来韩国瑜是想说在征召人选 确定之前两边都保持等据都不要见 但是郭台铭就是请张荣卫一直处理 就说我要当面跟你道歉 那见面的时候韩国瑜也OK 后来大家都PO脸书了 没有PO照片 但是证实说有见面 你说见面这个动作 对郭台铭有没有帮助 多多少少 至少说像我很多韩粉朋友 因为这样子就也蛮支持郭台铭的 多多少少有帮助 原知那怎么看 因为郭台铭昨天PO了这样的一个照片 后来被发现原来照片是有修过 是有披图是吧 他们是说有披一些地上的杂物 就是可能让画面好看一点 是哦 我觉得这还好 因为他并不是说没有见面 然后硬把两个披在一起 他是有见面 那也蛮奇怪的 因为人家就说这个手 看起来这个很怪 突然冒出了一个手指头 手指头 对 那也许小编要加强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好 所以韩国瑜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党内都对韩国瑜蛮肯定 那我自己认为 今天一旦郭就是愿意留在党跟团结的话 其实侯郭配我觉得机会是非常高的 然后韩国瑜现在很多人讲说 韩国瑜来列部分区 委员怎么样看 中南部也包括屏东县的周点论 这些人跟郭台铭到底是 结合的状况 现在是有多么的密切 从昨天 朱立伦去跟郭台铭 密会的这五个小时里面 没有看到结论的话 郭台铭旁边这些人一定都是紧张 那这些人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你和郭台铭旁边就无关系嘛 和郭台铭旁边就家里出事 你说你家里一定有一些栩票 但除了这样以外啊 你可以去仔细地看 真的是新竹你继续在往南 甚至于你跑到台东 除了说那个 劳县长他的妹妹 在他自己本身的秘书当主任以外 那个地方是吴俊丽的 然后你到花莲 复婚旗大家都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 从东部到新竹 就是苗栗新竹以南 几乎大家都认为说 都是挺郭的 郭台铭旁边就无关系了 你跟我们不来暖来暖去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 在这一场他们的一个征召大戏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他没有走出去 侯友宜他其实他认为就是 我到现在侯友宜你也没听到 他很明确地讲说要选总统 还是没有 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是要选总统的人 但是一直不爱说 他就不爱说 让郭台铭就觉得你没说 我买买 全国这样子到处去走的话 像我们屏东来讲的话 你看桌点论 还有我们的议长跟副议长 还有我们那边屏东信任 那么多的一个议员跟乡镇长 这些确实在挺郭台铭是挺身的 那些人电脱都没挺侯友宜 太遥远了 关系太疏远 就是说侯友宜你没来 你没来办法 你郭台铭都 他有一些资源 然后跟这一些县市所长 县市议会的一个议长 他们也会认为说 对你郭台铭你如果总算 那有点对立了真的不错 你有的是租丸 所以这些人跟郭台铭在一起 说桌点论我们的副议长这些乡镇长 去挺郭台铭倒也不是什么钱 这些人在地方上是有实力的 他们是认为是认为说 我就不需要侯友宜了 我就要挺郭台铭就好了 高雄也是如此啊 你说台南还不是一样吗 那你说到了云林去 云林张家当然会认为 张荣卫 对这个鱼帮水 水帮鱼 大家可以以后一起再来合作 到了张花何尝不是如此 你说分得到两半 其实讲真的啦 这个谢点宁 那个很明显就是挺郭的嘛 所以在中南部这个地方啊 国民党哪怕说 现在已经大肆底定 这样看起来国民党实质分裂吗 那跟党中央完全意见不一样啊 看他们到底有没有 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到最后国民党还势必要去整合啦 他必须要去整合 以国民党里面很多人也认为说 真正要跟打败民进党的话 可能就是郭台铭本身的话 会比较看起来后世比较看涨 因为侯友宜他就是本来 民调也是很高 可是一路这样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你看 我看很多政治评论者 对侯友宜的评价就两个字嘛 在这讲的就是三感情了 要选总统的人被讲成草包 他当然听了也都难过啊 但他的修养倒是算好 但重点是说 地方派系这一些 基层组织里面 怪我到现在搞不懂 为什么他连动都不想去动 然后让郭台铭一下子 你看真正他动才动多久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你会觉得 这简直是天荒夜谭吗 总这样要选个总统 一个月就可以养成 你开什么玩笑嘛 所以郭台铭就有点异想天开 我做企业我全世界那样厉害 我和台湾减首富 选去哪有什么 不要经营 叫你们来你们就来 铁铭铭就都来 总给你们铐铭 那你们坐管市会議長听我 向你们长听我議員听我 基层组织算什么 一个月大家全部买单 你看他是多有豪气 所以他有梦嘛 有总统梦 又有钱 是的 重点就是在于有钱 大家对他充满了一个想象 但是总统说实在话 培养出一个总统候选人 没有那种灌好 什么灌一个月 灌还没有一个月 用灌的灌 灌一个月也没有灌的出来 现在总统大选已经打得火热了 虽然蓝营的人选 可能会是提名侯友宜 但是郭台铭在上个礼拜六 所提出的和平宣言 其实这当中 有相当多的中共的密码 这也让人很担心 如果真的是按照那样的一个方式 对台湾是不是会带来灾难 现在我们台湾为了防卫自己 正在进行的汉光电脑兵推 来 余将军 现在所传出 美军都要组团观摩 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一次汉光39号演习的 电脑兵推 跟以往不一样 以往的电脑兵推是在室内 就是把所有的参数 输入一个叫Zetos系统里面去 让他去跑 跑到最合理以后 7月份时兵再去也做演习 但是这个有一个 比较不客观的条件 就是你那个通联的连结太顺畅了 那这一次叫做什么 叫做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 它不叫做兵推 不叫电脑兵推 辅助指挥所演习是怎么样 你说的指挥所 你是在海边就开车到海边 你是在三边就开车到三边 你是在公路就开车到公路 然后透过了 微波link把它连结起来 这个时候再来做电脑指挥所的兵器演练 那就等于说除了 使兵趴在地上射击之外完全实战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次汉光演习 它的电脑指挥所辅助演习 只是用电脑的程式来跑 但是所有的指挥所都是模拟实地实作 这几乎是使兵了 几乎是使兵了 但是为什么这次美军的观察团 要全程去辅助 因为美军的观察团最担心国军做一件事 叫纸上谈兵 因为都是部队可以到 没问题可以到 而我们到时候作战的时候就有后备部队 作战的时候就有支援 这次美国所有的观摩团 这叫做观摩小组 全程跟你走 你要做任何事情请输入电脑 你要加油输入电脑 几个时程 几个小时 多少加轮完成 全部输入电脑 不能说我今天精神战力 非常的高昂 所以说我加油可以从5个小时 变成50分钟 不可能 它一定按照电脑的参数来做 所以有时候美国它就把这个科学的 冰推的技术带进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要有这个有凭有据 不能只说像航糊弄一场 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以前都是缩短距离 或是整个在冰淇室里面来推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影响到 所谓的利空时 有雾 有雨 有云 或是通信不良的状况之下 这次完全模拟实战 你是哪里就到哪里 然后开始传输 然后说我现在到达这个定位之后 我要开始补给 那补给5分钟 做不完啊 要5个小时啊 那你做不完就做不完 整体的作战时程就往后推 你这样才可以推出真正的 石兵的力量 所以说这一次跟以往的汉管演习 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美军所带回的参数会更正确 然后7月份加上石兵的时候 这种石兵的演习 才是真正的接近实战 是的确 这个接近实战呢 当然才能为台湾带来 最实质的一个保障 因为毕竟中共他们的武力 是相当的强大 所以台湾的这些兵推 绝对是要确实的做好 才能够做好防卫台湾的准备 特别是现在进行的总统大选 郭台铭在上礼拜跑去金门 所发表的和平宣言 似乎把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武力的冲突 可能通通归咎于台湾 我们看到郭台铭 他说两岸的一家亲同为中国人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兵凶占围呢 因为他把这个责任 都归咎于民进党 所谓的挑衅言行 都认为一开始 所谓的民进党那样的语言 就是在挑衅 在激怒中国 我们看到曹新成 他就再次的跟郭台铭喊话 他说你的想法 不可能为两岸带来和平 反而会给台湾带来灾难 范老师 我们怎么样看 郭台铭所谓的和平宣言 这当中他里面所提到的 有哪些逻辑的谬误呢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 逻辑不通的自我想象 里面的内容前后矛盾 他说蔡英文政府 你们搞这个两个中国 一边一国 台湾还紧张 他里面的和平宣言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继续来谈判 这是不是两个中国 这是不是一边一国 所以你在骂民进党 你骂到自己 然后他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一中 然后中国跟世界各国签署的公报 也是一中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一中 这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怎么样 大家共同接受 各自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中 是把台湾变成是他的一个神 他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中国跟各个国家签署的外交公报 强调台湾是个地方政府 你怎么会说都是一中 我真的觉得他根本已经是 帮中国在讲话 然后他才提到就是说 他如果当选总统 他要找台湾的各党派 各社团人士 大家去跟对岸谈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 习近平在2019年1月2号 告台湾同胞纪念大会上讲 他说台湾各党派 各界别推派代表 到北京去做所谓的民主协商 也是各党派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他说他要做的是事务性谈判 事务性谈判就是 过去你看马英九时期 也是有谈判 对不对 就是两岸各个政府的部门 你是经贸部门 我也派经贸部门 都是光务人员来谈判 因为才是公共政策 你找什么各党派来干嘛 你不是在做事务性谈判 你是做什么谈判 政治谈判 所以他说我们这个谈判 不管要谈多久都没问题继续谈 如果是事务性谈判 不用谈那么久 技术问题 表示什么 郭台铭的谈判 就是配合习近平的 两岸的统一谈判 政治谈判 所以为什么曹信尊说 你的方法会带来的 不是和平是灾难 然后他还想说 我们这个台湾的子弟 也不要为了 这个政客的错误的政策 而去当炮灰 我不晓得蔡政府 他当然讲到蔡英文 我不晓得蔡英文 有什么样的政策 错误的政策 我们兵役恢复了一年 这是美方的要求 所以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挑衅中共 所以他说 你没有承认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我问你 九二共识 有一中各表吗 习近平早就把九二共识 等同于一国两制 没有各表的空间 他就说 你不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你民进党就挑衅中国 然后把台湾 变成兵凶战围 让我们的台湾的典型人 变成炮灰 问题是 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你拿出来给我看 如果今天 明天国台办主任送他说 对 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那民进党不接受 是民进党的错误 问题是 中国今天是完全否定 一中各表 然后他说 中国的军演是针对民进党 不是针对台湾人 怎么可能 这个跟共产党的想法 有什么不一样 共产党说我们的导弹 都是针对台独 我们每天的军机绕台 今天就来 军舰绕台 也是为了台独 我们的炮管只对了台独 那我问你 什么叫台独 炮弹不长眼睛 不长眼睛 炮弹会分台独分子 跟所谓的 所以说今天 台湾90%的人 都不愿意跟中国统一 我问你 从中国来讲 这些巨统者就是台独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独台 没有什么 全部都是台独 因为他既然就是统一 是 için hat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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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